主要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 《公也长》第二章 子为难容 邦有道不费 邦无道免于行路 以其凶之子弃之 孔老夫子 论及难容 子为难容 就谈论起难容 说邦有道不费 邦国有道 政治清明的时候不费 也就是他会被启用 他不会遭到费处 这个费就是没用他 不费就是一定会启用他 邦无道 邦国无道 政治黑暗 免于行路 他可以免于行路 他不会犯了错 受到行路 以其凶之子弃之 夫子就把他哥哥的女儿 嫁给了他 这一章有意思 上一章 空老夫子嫁女儿 这一章 嫁子女 因为空老夫子 有一个女儿 嫁给了 公也长 那么这一章 是把他哥哥的 女儿 嫁给了 南容 南容 就是南宫瓜 是春秋时候 鲁国人 是孟希子的儿子 也是孟义子的哥哥 因为所居之地 是在南宫 所以就以南宫 作为氏 那么我们讲 姓氏 姓氏 现在我们都是 以氏为姓了 这是所居地 或者封地 为氏 就以这个氏 作为姓 那么他字叫子容 简称叫南容 当有道 这个有道无道 这个道讲的就是 总体之源头 普遍之理想 我们讲 有道之事 有道明君 有理想 有一个普遍理想 好像如天上的日月一样 光照大地了 所以我们讲 有道明君 唯有道明君所用 这是有道之事 而无道之事 这个南容 南宫瓜 他能够自保其身 能够好好的修身 献于世 所以 这个人是可靠的 是一个正人君子 而且懂得 如何保存 有用之身 做文化的传续 以及人伦之生长 所以是可欺 所以是可欺也 是可以 把女儿 或者把自己的侄女 来嫁给他的 是此可欺之人也 这里可见南容 南宫瓜 他是一个君子 君子 内求于己 能自得 自修 而以人伦为上 外求得志 修己安人 外王 世上 所以 内求人伦 外求得志 如此 内求外形 内圣外望 通贯为一的 所以君子人 不只是 内求于己 自得自修 他要外求得志 修己安人 但是 如果在乱世的话 外求得志 修己安人 那太困难 但是你至少 要能够 内求于己 而自得自修 所以就此来讲的话 夫子 认为 南容 南宫瓜 两方都做到相当不错的 因为君子 是要求内在之充实 而具有光辉的人格 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夫子 为下一代 选取对象的时候 他考虑了 那些地方 其实 就是要嫁给一个君子 所以 这一章 到现在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 他谈的 都是跟君子相关 公义城 虽然受过雷蟹之后 虽然被关过 但是 他是一个 有德之君子 南宫瓜也是 所以 所以夫子 最关心的 是一个 有德之君子 而有德之君子 他能够 内秀于己 而 修己安人 修己安百姓 这也是一步一步的 内秀外形 但是 在乱世的时候 至少 要能够 明哲 保身 还有 关于明哲 保身 这个话 其实原先是好的事 就是你有智慧 你知道 要怎么样 把身心共同体 互守好 才能够实践 在人伦共同体里头实践 在政治社会共同体里头 一时之间 可能没得实践 以后还是新的 那最后是要回到 整个人文教养的共同体 真正 以天地自然的 共同体为依规的 这是肯定的 所以身心共同体 本身的维护 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日子来 我们在谈儒学的时候 常常谈到这四个共同体 天地 亲 君 师 天地自然的共同体 亲 血缘 人伦的共同体 君 政治 社会的共同体 师 文化 教养的共同体 这非常重要的 我们 在谈 一定 谈所谓有道 也是在这四个共同体里头 它都能够光明 照亮 能够好好的实现开来的 我们再把这一章 读它一遍 只为难容 帮有道 不费 帮无道 免于行路 以其胸 之子 弃之 主为难用 帮有道不费 帮无道 免于行路 以既行 既主 彻之 好的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